日久生情,爱吃窝边草,总是喜欢和熟人谈恋爱的三个星座,你有没有和自己身边的朋友谈过恋爱呢? 相信很多恋人在成为情侣之前,一定是通过了很久很久的相处,才确定两人的恋爱关系的。 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日久生情的说法,有些人会跟自己身边熟悉的朋友谈恋爱,彼此充分了解, 才能够更加确定心理的情感。 这三个星座的人就总是和自己熟悉的朋友谈恋爱。 一、巨蟹座,知道吗?巨蟹座的人最容易缺失安全感了,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跟自己熟悉的人谈恋爱。 毕竟只有两个人相互彼此了解了很久之后,才能够完全了解双方的性格和喜好,这样就不会在一些言行和举举上面伤害到对方。 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,巨蟹座的人对每个身边的人都特别的友好。 所以如果你是被巨蟹座选中了那个心爱的人的话,那么巨蟹座对你应该是在熟悉不过了,你一定就是那个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人。 二、巨牛座,巨牛座的人在人群面前会比较怕生人,只有在跟自己熟悉的人一起的时候,他们才能真正的释放出自己的天性。 如何总是居住在那里? 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别人都是不好的。 对于巨牛座的人来说,最抵触的事情,应该就是出去和别人相亲了。 就算他们总是单身,他们也不愿意去面对那些陌生的相亲对象。 他们觉得从朋友开始发展的恋人才是最美好的爱情,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够持久不变心。 三、双鱼座,双鱼座的人都有一颗柔软的心,他们经常会被生活中的小事情而感动到,比如说他们在看一部令人深刻印象的电影的时候,就会因为电影里面的情节而感动到泪流满面。 双鱼的朋友要是做了什么让他们感觉得特别感动的事情,双鱼座就会一直记在心里面,而且在平时还会多多的关注这个人。 久了之后就会产生感情,最后成为情侣也不奇怪了。 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中,两个人只有成为了朋友,在相互了解的构透彻之后,再成为情侣,才是正常的交往阶段的演变。 如果你有一天想和自己的朋友谈恋爱也不稀奇,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,说不定就能获得一辈子的幸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